當初會放影片到Youtube 因為受一個Lora Vitale的Youtuber影響 我很喜歡看她的影片 她吃東西和做的過程都很有 passion 有一點誇張的反應 但會令我看的時候很開心 我也想把我喜歡甜品的 passion 吃甜品很幸福的感覺 也想帶給身邊更多的人 所以嘗試寫blog 之後有些人覺得不夠清晰 所以就嘗試了拍片 如果想Youtube的影片吸引一點 和多些人看 首先最重要的一定是內容 第二就是現在螢幕都很高清 所以質素要一個好的相機 和對的鏡頭都是很重要的 其次我覺得要有一個好的 整體更新的時間 要每個星期幾去上載 另外我覺得如果有些觀眾 會留言給你 其實跟他們有一個互動都很重要 要回答他們 或者聽聽他們有什麼意見和要求 一開始拍片的靈感 是來自於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以及身邊的人喜歡吃的東西 之後就在觀眾裡來 他們有時候會提議 不如你懂不懂做那樣東西 你可不可以教那樣 例如抹茶系列 做了個芝士蛋糕之後 他們就會推薦很多 抹茶的雞蛋糕 抹茶心太軟 有些我不懂的 我就會因為他們推薦了去學去做 所以他們都影響了很多 接下來的目標 當然是開了店 希望搞好一點這個studio 第二就是去了通經南大之後 都沒有再上載過片 Youtube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認識了很多觀眾 另外也是因為Youtube 所以才會有人找我做partner 開一個studio實現我的夢想 所以我是不會放棄Youtube 接下來就會努力點 希望每個星期會上載 一個很興奮的東西 我們也是遲幾個月 就會出一本食物的書 所以幾方面都要努力 希望今年會努力點出片 練習一下自己做partneries的技巧 希望可以教更多給大家 也都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